坦白講 我們過去這幾年在推智慧城市 智慧國家 我們終於走到了這一步 讓我們所有的消費者拿著不同的卡片 在不同的城市 然後可以在不同的交通工具之間 用一張卡片 任何的卡片都可以隨意的去轉成 無縫的接軌 那這一點其實真的是 我想台灣要邁向一個智慧國家 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這一步其實 剛剛陳副市長已經有提到過 其實我們非常感謝在立法院 管碧琳 管媽這樣一路給我們協助 一路給我們陪伴 但是在這邊 我真的還是要特別提一下 這個 這一件事情如果沒有當初在台北捷運公司擔任董事長的 現在的賀政部長 恐怕這一件事情在今天不會成分 那 掌聲 掌聲 恭喜 因為不同的交通運去 坦白講 不同的這個卡片公司 不可避免有各自的商業考量 有各自的立場 那去整合這一件事情 本身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當初 呃 在很多人不願意去承擔 這樣的一個溝通協調的 重擔的情況之下 我想 我們當初的賀成董事長其實一堅單起 這一個協調的工作 那 坦白講 真的 真的可以講有點忍辱負重 那賀成董事長在520之前 其實到高雄 就已經走了好幾趟 那我在這邊也必須要講 呃 高雄捷運的一卡通 其實對於雙卡互通 不是沒有疑慮的 因為畢竟 很現實的問題是 悠遊卡跟一卡通 在市場的地位還是存在著一個 呃 非常明顯的差距 我們也會擔心啊 我們擔心這個市場開放的時候 是不是這個大浪一衝過來 一卡通就不見了 就這個被衝垮了 但是後來真的是因為賀成董事長 其實站在消費者的利益 在持著不同的卡片 都能夠無縫的去轉換這種便利性 那以及把電子票證跟大眾運輸能夠把這個柄做大 這樣的一個理想 這樣的一個理念跟耐心說服了我們 所以我們 其實某種程度 在一卡通最後還是認為 我們應該來接受這個挑戰 那所以 在這邊真的 我想非常恭喜這個 包含交通部 包含這個 呃 北捷高捷 那悠遊卡 一卡通 那以及其他的這個卡片公司 我們終於走到了這一步 那迎接未來的挑戰 當然也非常艱辛 那我在這邊其實 呃 假公計時一下 因為我們的生存比較不容易 所以在這邊請大家 多給這個勇於接受挑戰的 來自於南台灣鄉下的一卡通 多一點的鼓勵跟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輔助支掌 相信會有更多的民眾 台北民眾會使用我們的一卡通 我們也恭喜你們 一卡通現在能夠在我們台北捷運 各個車站 各個閘門呢 暢行無阻 接下來邀請上台自職的是我們的 立法院管鼻林委員 我們歡迎管委員上台 來 謝謝我們親愛的交通部賀城部長 我們陳副市長 許副市長 以及我們林市長 我們趙局長和我們的曾局長 謝謝 各位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我今天會來參加 並且講話 主要是因為過去實在是卡了很多年 不通 很卡卡的雙卡 就是悠遊卡 和卡通 一直卡卡著的這樣的雙卡 周居長也都知道了 這個雙卡其實交通部早期已經補助了三千萬 在我們的北捷設了一個公務門 可以讓一卡通在無障礙的公務門裡面 一卡通都設置好了 讓它可以來開通 但是呢 在早期的政府還是讓悠遊卡 獨佔這個北捷 卡了三年沒有讓它開通 所以一直到去年的4月20號 我們在交通部當時的副部長 的召集主持之下 我約集了七方會談 包括當時的高雄市政府以及一卡通 台北市政府以及悠遊卡 北捷 高捷 以及我們的交通部 七方會談做成了一個共識 然後在9月的時候 台北市北捷終於開卡 讓一卡通先倡遊北捷 讓歷了10個月 今天一卡通跟悠遊卡還有多卡通 不只在北高兩個捷運系統可以暢行無阻 在全國也完成了陸網暢通無阻 這樣的一個跨時代的成就 我真的很感謝賀成部長 剛剛兩位副市長所說全部都屬實 因為過去之所以不通 就是因為北捷和悠遊卡暫時不願意開通 而北捷跟悠遊卡不願意開通 這件事情在賀成部長 他擔任高捷捷運公司董事長的時候 終於說動了我們台北市政府 然後能夠讓北捷讓利我們的一卡通 讓利10個月 而有今天這樣的兄弟雙卡 雙卡互通齊力斷金 所以我們很開心要跟賀成部長說一句話 賀成部長我們知道你的好 我們謝謝你我們永遠支持你 掌聲謝謝 那也特別謝謝我們台北市政府 今天兩位副市長都到了 高雄市政府剛剛許副市長所說 我們忍受了一卡通面對悠遊卡競爭 忍受了這樣的壓力跟挑戰 而副市長當時在悠遊卡想要翻案 以及台北市議會覺得圖利我們一卡通的時候 能夠停住 和賀成部長兩個人 我們都欠你們一個情 謝謝你們 恭喜 歡迎愛遊一卡通 請一定要愛遊一卡通 謝謝 謝謝我們謝謝委員 我們一定為愛遊一卡通 我們謝謝委員的努力 讓這個雙卡 兄弟雙卡雙卡互通成心 最後呢我們將邀請我們最敬愛的交通部 賀成部長來上台我們 歡迎賀成部長